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今天又是新的一周 美股最新的走势这一边 这一周提示是比较是有风险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接近了这一个纪录财报季 所以要注意主力开始去洗盘去抢筹码 今天是体现出来这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大盘有低开 低走的这一种走势的 但是盘中也不乏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有不错的股票的 今天我们就看到SMCI复活了 那么前面SMCI盘中跌到熔断的那一起 我们是有去讨论过的 当时也去讨论转机到底出现在哪里的 10天前 当时讨论就是400以下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都已经见到双底了 在380附近的 这里抽反抽起来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但是最主要的一个看法就是 当时这一个SMCI主要在跌的理由 就是因为这个做空报告就是重提 然后有这个DOJ 美国司法部这一边也是在SMCI的门口在敲门了 但是之前这一些报告 包括向这个DOJ去召唤这个英伟达那一边 然后结果英伟达说 DOJ没有去联络我们呢 然后那件事情就过了 那件事情其实没过这么久 然后SMCI又上演了 类似这个DOJ的这一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 主力结果是没有进一步的往400以下 去进一步的推动 而是这一个猛烈的反击呢 那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呢 一会我们去看一下 今天英伟达整体来说的话呢 也做了这一个互盘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是 这个是英伟达的官网啊 英伟达AI Summit 10月7号到9号 这个是英伟达的官网啊 因为有些小伙伴在问这一个AMD的 AMD的是10月10号 这两个是分开来不同的活动啊 AI Summit AI大会呢 英伟达的是10月7号再9号 这之前在频道上说过了 那之前上一周主要的主题就是 主力在偷偷的做多英伟达 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崭新的 这一个英伟达呢 是在基本上在carry这一个大盘的 而且今天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放出的交易量呢 是异常的大的 尾盘跟着大盘呢 是一起呢 是有下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一天来说的话呢 VIX基本上是在狂飙 在网上在走的 UVXY大涨呢 接近13%左右的 所以当恐慌指数标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大盘这一边呢 还是比较是有风险的 其实它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去看VIX的走势呢 可能是一个新加出来的一个功能吧 你会看到在收盘之后呢 它这里还有15分钟左右的行情给你的 这一边它有拖拖的涨上去的 然后我们就看到周一开盘之后呢 它就直接高开 继续高走了啊 所以好像是一个新的现象 因为之前我记得VIX好像就是盘中 收盘就没了 但这里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TradingView能看到最后的15分钟 是有多少的 所以这个也就暗示了 今天呢有一定的这一个风险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 今天更新 暗池也正好跑出来了 暗池这里呢 是小加仓 是小加仓 昨天上周来说的话呢 是小减仓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也体现出来了 大凡确实有进一步的回调 那么今天主要的推动力来说的话呢 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能carry住呢 就是因为 华尔街分析师这一边呢 是有下调了苹果和亚马逊的这一个价格 但我们知道通常下调来说的话呢 这些消息面对基本面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股价呢可能当天那两天来说的话呢 会有些影响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下调波 但洗完盘之后呢 通常我们是看到能过这个坎 然后是这一个拉盘回去的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打压呢 因为要记录财报季了 那么earning season来的时候呢 通常主力呢看到股价比较高的时候 大盘呢在基本上在历史高这边点位呢 那可能就是会有这一个洗盘出现呢 今天我们也进一步见到这一个了啊 所以就是看芯片半导体能不能进一步的护盘呢 本来今天纳指挺强的 道指的跌幅呢比较的大 后面来说的话呢 苹果还有微软呢实在撑不下去了 亚马逊是直接是低开的 然后一直就是比较平荡 就要看明天能不能有这个反弹了 特斯拉在这一个10月10号的Robotaxi发布之前呢 我们看到走的也是相当的低迷 一会我们今天比较详细的去讨论这一个点位啊 那恐慌指数上去是代表对于中东情况的这一个 啊疑问吗 就是以色列到底什么时候去反击 昨天其实视频里面都完全没有去讨论中东那一方面 就是因为这个周末呢 那边是没有太大的消息 以色列也是面临了巨大的这个压力啊 不能去进一步的啊 这个采取行动啊 美国那边来说的话呢 之前我也讨论过了 这个出门第二个航母呢 也是啊也是过去中东那一边呢 去进一步的去控制这一个情况 毕竟大选呢 进入了最后的30天里面的倒数倒计时了 所以来到这里呢 这一个中东的稳定呢 对于这次大选呢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个主要的战场呢 其实在美国本土的 也就是第二个hurriking 第二个这个台风呢 要啊可能要登登 啊这个台风呢 叫做hurriking milton啊 所以啊自纪上一个来说的话呢 要去袭击这一个美国东岸这一边了 所以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又看这一次的影响了 上次在啊这个carolina这一边的影响呢 已经非常的大的啊 啊经济损失呢也是不小的 所以这一次要看一下这一个hurriking milton 最后的这一个影响啊 在这一边主要是会在佛罗里达附近啊 开始去登陆的 所以要看一下这次台风啊 制造出来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恐慌指数呢 有进一步的往上推动的 那么港口罢工那一边呢 因为已经啊初步的 已经有这个协议摆在那一边呢 就是后面去看签约的 所以那件事情呢就渐渐过去了 但是港口罢工那一边来说的话呢 有促进了一批这一个销售的啊 这个热潮 我们看到啊 比如说一些日用品啊 包括厕纸这一些的 又是被买光了 那么去看一下零售 零售业的这个数据 有没有被影响 台风这一边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对就业数据 还有各方面来说的话 经济数据呢 是不是也是会有这一个影响到 这个是下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 因为这次出来的大非农就业数据呢 这一个真实性呢 啊还是备数争议啊 所以这个是未完待续 继续来看 好回到指数这一边 我们回来这一个标普白指数 今天盘中啊 其实有走一波这一个反弹波的 但是最后呢 在5738附近呢 啊没有能撑住 啊结果这一边破了 这个5725大的一个转折点之后呢 就有进一步的下调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盘中走出来的结构呢 是一个头肩顶 左肩膀头部右肩膀 破了5725的这一条平颈线之后呢 就一路的下行 到了5687这一边呢 就开始做反弹了 那5687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点位啊 感觉最近呢 啊前面几次的这一个 尝试这一个支撑的波段来说的话 都是在这个点位附近的 那么如果进一步下探的话 标普白指数的这个风险 大约在哪里呢 应该是在5620的缺口的附近啊 所以这一边呢 5620呢 如果有跌破的话 那就要比较小心了 因为下面的支撑比较的薄弱一点 啊可以有比较大幅度的这一个回调 所以未来几天 对标普白指数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那句话啊 记得盯紧我的频道 不要错过更新 现在暂时来说的话呢 RSI和EMA呢 都是还是在这一个支撑之上的 RSI在50之附近 但是是在支上的EMA均线呢 也是有撑住的 这里唯一一个指标陷入回调的呢 就是MACD已经死差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好的一个信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RSI和EMA这一边呢 还是有守住的 所以这一个指数 在未来两三天这一边的走势呢 非常的重要 如果破位往下 大家可以看到上次跌下来的时候呢 回调了不少 周四CPI呢 是这一周的一个高潮 那么周三来说的话呢 有十年美债拍卖 我觉得这两个点位呢 都很重要 美联储会议录 我觉得这一次基本上就是走个过程 昨天视频讨论过了 因为这一次有非常大的一个 大飞龙的这个就业数据呢 那个美联储会议录三个星期之前呢 是基本上估算 可能不在他们的估算里面了 因为这个你说他提前都拿到的话 那实在差的是时间点 时间有点对不过去 如果你说他前两天 对吧 那有可能他们能知道 这一个大飞龙数据是多少 但几个星期就离得有点远 数据没有跑得这么快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这一个个股的走势 先来讨论一下英伟达和SMCI 今天的主角 英伟达主要的两个短线的点位呢 这几期视频一直在讨论的呢 是127和130 我们去看一下 今天有没有去跑道啊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波冲高的时候呢 出了一个双顶 在哪里被停下来的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127.39呢 这个点位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啊 所以这里是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呢 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网上的话 我觉得是在130附件的 那么今天的最高点呢 放量呢 也是放在这个130上面的 那这里英伟达有没有可能性 进一步的推高呢 刚刚已经讨论了 大盘是有风险的 但是这个没有太大的去阻扰 就是英伟达今天放量 然后进一步的去推高 暂时短线这一边呢 是有这一个上行推动力的 刚刚在讨论的这个AI Summit呢 它也是维持到10月9号的 这里还是需要实质的英伟达 在Blackwell GPU 销量这一方面的消息面 Jensen这一边 我们看到前两天 这个黄大大进口一开呢 基本上这一个英伟达之后呢 就开始冲高了 所以后面我们需要英伟达提供进一步的 这一个Blackwell后面的这个路线 总不能每一次就是说 我们卖了Billions Billions 卖了就是有上亿的这一个 上亿的这一个Blackwell芯片 所以还是要去看呢 到底卖出去了多少这个GPU显卡 实际的这个数字呢 会更加好的有推动这一个英伟达 那我觉得在等什么呢 最快的一个去看英伟达 有没有继续可能性冲高的呢 是去看台积电的财报 那台积电财报呢 在非常快的这个时间段呢 就会到来啊 台积电今天是有跟着英伟达呢 一起去往上进一步推动的 那么台积电的财报 在这里Trading View估算呢 是在10月17号 今天都10月7号了 所以其实应该非常接近的 特斯拉的财报改了一下 之前Trading View显示是10月16号的 但是现在变成是10月23号了 改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好 接下来说的话呢 这个台积电如果进一步推高的话呢 注意这一个188 还有我看到193左右 因为始终如果它冲到193 冲不过去的话 那不就变成双顶了吗 所以这里看台积电能不能上200 这份财报呢 就非常的重要 当然这也足够去带动英伟达 还有SMCI进一步的这个行情 另外一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我们一直在讨论 英伟达卡在这一个三角的整理里面 哪有前一天呢 对吧 我跟大家说了 在视频里面突破了 突破了三角了 但是没有放量 很奇怪哦 这个放量放在哪里呢 是不是转天它放量了 转天它把这个量放出来了 但你说它放出了最大的那个量 感觉还没有到 所以后面整理完之后呢 看有没有进一步的可能性推高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它只是维持在这一个密集的压力区域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往135啊 136这一边进一步的去推高了 接下来是SMCI SMCI呢 之前我们看过太多次 对吧 这种英伟达负面 还有英伟达概念 股票的这一些负面的这个消息的 之前英伟达本身呢 就被core weave 这一件事情呢 去讨论 是不是有这个造假账的这一种的嫌疑 就是有这么多订单 真的有这么多AI的这个订单吗 之后SMCI呢 也被这个Hindenburg做空的报告呢 去讨论过了 然后英伟达又来了一次 这个被 被这一个DOJ summon 做subpoena这一遍 然后英伟达说 没有发生这一件事情 没有收到召唤 美国司法部的这个召唤 结果呢 这个SMCI 身上呢 也来了一遍 那么那一天 SMCI呢 有这个DOJ 敲门的这一个 风险呢 是在这一边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这一根K线呢 完美的把它全部 湿地全部都给收复了 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啊 对吧 因为那个霍尔街来说的话呢 就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啊 这种啊 先打压 然后呢 让它反弹上去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渐渐的SMCI形成了一个W 啊 这里W形态是出来的 为什么今天卡在48这里 有点冲不过去 缺口下方 这里确实是有巨大的一个压力 日前级别 但是突破的话呢 SMCI就有这种 持续去看涨的这种可能性了 因为会补齐缺口嘛 补齐缺口是在51.69左右 补齐缺口之后呢 这里会有巨大的压力 因为啊 它转天跳空了19%呢 这里是有比较多的 这一个套牢盘的 在这两笔里面 所以它要把这个冲击掉 就代表它把这两根K线的 这一个套牢盘呢 都给冲击走 所以去补齐这个缺口 花非常大的这一个劲儿 但是如果能拿下来的话呢 那后面的这个幅度也会打开了 还是那句话 步步为营一步步来吧 也是经常在频道上说的 还是那句话 大家仅仅频道 都错过更新 后面呢 我们一起追击一下 看一下SMCI能不能进一步的冲高 AMD我们留给周三那一边再看吧 因为它的活动在周四 所以我觉得AMD呢 今天没有进一步的跟随英伟达涨上去呢 是因为它周围已经涨过了 所以今天我没有看到跟上来 我觉得它的这一个AI的发布会 Avancing AI呢 是在10月10号早上早盘的 那么周三布置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SMCI呢 今天本来在想 是不是澄清了 所以带着英伟达一起上去了 因为之前英伟达跌下来呢 也是因为SMCI这一边的负面消息 但我们看到了SMCI起来的时候呢 确实那个英伟达有进一步跟着的啊 因为这个情绪面改变了 之前SMCI是非常负面的 SMCI今天出来的这个消息面呢 其实还是说一下啊 就是这一个啊 超过10万的GPU呢 在每个季度的啊 被这一个啊 在发送中啊 然后这一个liquid cooling racks啊 这个液体降温这一边的 这一个工具来说的话呢 至2006月2024年呢 这一边呢也是有2000个左右的 所以整体来说呢 就是比较是正面的一个情绪面 所以我们看到SMCI呢 间接的就被拉起来了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一个TSLA 特斯拉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里啊 他去进一步的在回彩测试这一边呢 上一次我看到进入交付数据呢 我讨论过这一点的 基本上情绪面呢 都是过于的positive对吧 连分析师投行 像高盛呢 都是在打靠的 所以说买特斯拉 做多robotaxi 做多这个交付数据 但渐渐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情绪面呢 有所变动的啊 有所变动 所以就是啊 没有做这么多的 这一个看多的情绪面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 期权布置的话 那一边的看多期权的布置呢 还是相当的多 这也影响了特斯拉整体的这一个走势 如果我们去看未平仓的话呢 它基本上还是维持在 250 260 还有这一个270为主 大家可以看到250的交易量呢 是来到了12,660 非常的多 当然有一部分是sell call的 但是有一些呢 也是纯粹在做多的 而且在250之上的呢 这些未平仓open interest 是非常的大的 反而我们去观看这一个 put这一边呢 交易量34,000 就少非常的多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力呢 暂时在robotaxi之前呢 是没有让进一步的 这个推高啊 因为会让这一些看多期权呢 都进入价内 如果是真的是网上在冲击的话 所以要看接下来的两天里面呢 在robotaxi周四 10月10号出来之前呢 发布会出来之前呢 这里会不会有所变动啊 而且也有不少的这一个讨论 是关于这一个FSD驾驶 这个robotaxi在哪里去运行啊 对吧 因为在美国本土来说的话呢 在管制上真的能这么快的被通过吗 我自己本人的看法 还是看这一个亚洲的跑道 我觉得在亚洲自动驾驶开始走起来 然后那个管制那一边 也是有进一步得到通过的话 那亚洲欧洲可能会先行 然后美国有部分的区域呢 会有实行的 因为现在Waymo就是这样子 但是是很小的一块地方 在这一个San Francisco 三番市这一边 所以之后也要看美国通行有多快 如果在亚洲测试非常成功的话 在美国流行 我觉得这一个速度呢 就会快很多 特斯拉如果有这一方面的合约的话 那肯定现在的企业估值 可能就是会得到不少的这一个增进啊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长线的一个看法 但是短线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齐全这里不断的是翻新过来 我们记得上一期视频呢 我们去说去250 今天看一下这里一万多的卫屏 咱们是不是要变成五六万呢 今天确实是的 那么今天是十万左右的 那明天我们去看一下这里会不会变成就是九万十万左右的 继续翻倍往上 如果我们觉得就是差不多这里一半的 都是在进一步的会留下来的话 因为有一些是平掉了嘛 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交易量呢 会加到未平仓 未平仓是滞后的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个反应的呢 是前面的啊 因为他要结算完今天所有的啊 这些齐全的单子呢 到了盘后之后呢 他才会第二天呢 这里更新一个全新的数字 所以大家注意到有这一个滞后现象出现的 回到特斯拉这一边 我觉得240附近的支撑挺大的 但是之前呢 我们是靠着这一个上行三角呢 突破的上行三角的以前的压力呢 就是在235啊 没有能突破好几次一次两次三次 所以才形成了一个三角的 那么在这里来说 如果往下去回测的话呢 这个235的这个支撑还是非常的大 我希望他能守住均线 因为守住均线做反弹 做这个杯子手柄的话呢 比较好看 跌下来到235这一边 如果是下影线也可以接受 只要日内呢 把它收复 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看看的 但是这个跟大盘是一样的风险 因为MACD呢 已经是啊 这一两天下来呢 已经是有死差的 但是二赛和这一个均线呢 都暂时还是撑住的 所以就是看能不能守住了 然后上来一点啊 就是在这个241.54的附近 如果反弹的话呢 大家要注意期权密集的 就是在250到270附近 所以就啊 基本上会形成这一个压力的区域 如果是在网上在走的话 嗯 今天啊 我们看到辉瑞是上来了 比较的亮眼一点 因为这一边呢 又是有一个active investor啊 这一个比较大的 这一个大佬呢 是往里面冲了这个资金 啊 10亿啊 10亿的这一个资金 所以我们看到辉瑞呢 有做这个反弹波的啊 之前我们看到像这一个 星巴克 Starbucks 这一些呢 啊 也是有这一些active investor 对吧 就是比较啊 关心的这个大佬的 直接冲进去 然后星巴克的股票呢 看到就有进一步的 这一个推高了 当然也要看公司本身 内部管制上 有没有所改变 其实我对辉瑞的形态来说的话 啊 本来还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这里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日线级别的 头肩顶吗 这里也跌了 但是瓶颈线的28 一直没有跌破 我觉得瓶颈线没有破的话呢 这里在长线呢 因为它是规避风险资产吧 后面有经济衰弱的话 因为有分红 所以啊 应该还是摆在这一个抄底单子上面的 毕竟辉瑞跌了不少 为什么辉瑞跌了这么多呢 因为之前啊 疫情股嘛 但是疫情结束了之后啊 辉瑞疫苗这一边 就他的这一个需求量呢 没有这么的大 所以就形成了谷底 但是辉瑞是一个巨大的庞大的公司 他的drug pipeline 也就是他拥有的这个药产品来说的话 不只是 只是局限于这个疫苗的 还有别的东西的 所以这一边呢 以后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上来了 但是今天呢 显然我们看到这位大佬呢 是比较看好这个辉瑞的啊 是啊这一个starboard啊 这个 所以之后我们去看一下辉瑞能不能进一步的推高了 好回到降息的步伐上面去 降息步伐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 是只有86%的机会呢 想见到这一个降息 25基准点了 这个之前只有2%的机率到了13%呢 是看到暂停 我觉得这个暂停就是给他打一个问号了 因为经济真的有这么好吗 我觉得到了最后 今年2525的这一个可能性还是比较的高的 除非在这一次的这一个纪录财报季呢 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公司寒惨对吧 美联储在那一边呢 在说这一个经济非常的好 政府的数据呢也显示非常的好 但是实际其实这些公司啊 如果他们的利润实在是撑不住的话 我们看到有earnings profit to recession 也就是代表这些公司的利润呢 在往下再走的话 直营给的也不好的话 那就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说法了 而且在这里呢 如果他们的利润在减少的话 那么就有这种裁员的风险 裁员的风险一出来之后 这个失业率呢 你们看到是一步一步的 所以他不是都是同一时间去发生的 是比较是这种连锁的啊 效应的像滚雪球一样的 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到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些公司 在这个纪录财报记事怎么说的 所以还是约定大家啊 到时候我们在财报的时候呢 去看一下这些公司啊 会做这一个直播的 好 接下来去最后讨论一下 这一个中概股还有比特币啊 比特币这两千都没有来得及去讨论 那么比特币来说的话 往常在周二呢 走的是比较弱 下行趋势的这一个下行隧道呢 没有完全的突破 之前反弹其实是在六万整数这里附近 也就是均线附近呢 做了一个反弹的 这里到了六万四左右呢 是遇到一些阻力的 这个我觉得也是正常 因为这里本来前面是有受到这一个阻力的 但是壁股近期来说呢 基本上跟着MSTR呢 都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利润啊 其的壁股来说的话 像Mara Riot COIN 这些股票呢 就看到有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点肉的 但是感觉MSTR这一边的利润呢 还是相当的大的 所以就看一下能不能起来 明天找一个机会 看一下周三 有没有这个反弹波 如果周二是往下在走的话 这里继续往上 往上要突破的这个重要的点位 是下行趋势的这个隧道的上方 也就是在六万六附近啊 看一下能不能进一步的去拿下 回调的话 就是看六万整数呢 能不能被这个接住 昨天留言区看到有小伙伴呢 在讨论ASHR 其实这一个来说的话呢 它不是一个公司 这个是一个基金 是一个ETF 它对应的呢 是国内多个公司的 这一种综合的这一个基金啊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的 像这一个贵州茅台 中国平安吧 这个应该是 因为我在看英文的名字 BRD这一些的 它都会有一部分 可以看到的 对的都是大的 这一个A股里面的 一些大的蓝筹股啊 然后这一个交易量呢 其实平时没有排到 这一个ETF的榜名的全面去 平均交易量是500万附近 也是可以操作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像今天的交易量是6700万 平时的几十倍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 是有热度的 但是这个热度 以退算之后呢 就要非常的小心了 特别是我们 如果去看图形的话 都飞成这个样子了 要继续的介入进去的话 你只可以在比较小的时间段 而且最好就是在做日内的 因为你如果不是在做日内的话 你比如说你在尾盘买进去的 它转天不是跳高的话 而是跳空的话 那就很有可能对吧 站在这一个最高点呢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风险 非常的巨大 那么这一边来说的话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能进一步的涨上去呢 我觉得物极必反 所以还是要相对来说的话 比较小心一点 一个方法呢 就是看什么时候 这个交易量开始退下去了 那就可能有问题了 但是这一边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有继续在放量的 然后如果我们去看别的中概股的话 其实大多数中概股 这一个走势比较的像 因为昨天视频已经跟大家讨论了 中概股的看法就是 有很多就是在开盘的时候追进去的 因为在追高的情绪面来说的话呢 很多这一个新一点的投资者呢 想进去对吧 蹭下这个热度的 喜欢是在开盘买的 然后开盘我可以看到 它就通常走这个下沙坡 结果再到了这一个这个中场左右呢 其实也没有到中场 就开盘了一个半两个小时左右呢 它又给你反弹上去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都是 基本上是这种走势的 冲高 高开低走 然后再往上冲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走势的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非常的谨慎啊 因为这种 一开盘的就是追高点呢 是很容易套住的 然后如果割早的话呢 后面又追上又涨上去的话呢 就很容易被它抖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行情呢 非常的不稳定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而且有一些股票呢 如果它已经涨过头了 那么回调的可能性就更加的大了 而有一些中概股如果再补涨的话呢 它就可能上去的 昨天讨论了两只吧 一只是老虎证券 另外一只呢 是这一个EH 像老虎证券已经连续几天呢 已经发过力不少了了 这个基本上是从三四块钱呢 涨到十四对吧 翻了三四倍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均线守不住之后呢 开始往下去走了 而且这里可以看到有巨大的这一个抛售量已经跑出来了 前几天是没有放出这么大的一个耗力的量啊 这里有一批 但是这里呢又出来了一批 所以大家要比较小心再追进去 因为这里的这个抛售量非常的巨大 但如果我们去看像这一个EH的时候呢 也有些抛售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交易量 买入量还是不少的 所以它今天呢是延续了周五的那一边呢 再推高了这个20% 但是这种东西随时都能转弯 我觉得还是挺有风险的 而且我们去看比较大的像京东一些别的这一些中概股名字的时候呢 他们的震荡波动呢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 股市有风险 大家要谨慎 好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现在观看 我明天再继续的讲